2000年毕业于华州司法大学教会学专业 他曾经到香港、日本和新加坡本地做过学术访问和交流 现为华州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 他研究的主要方向是政治社会学、政治人类学、历史社会学 与中国农孙研究 以下是他的一些著作 这些是他著作的一些截图 如今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已进入三十二亿之年 他经过怎样的风风雨又该走向怎样 然后让我们有请吴毅教授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 这些作用是要求在这个封,一个人的空气 麦克松的很红年 但是可以在这乎我们建议的团队 这是怎么办 放入 在这里面 这边就是 ов 中文字幕志愿者 第一次到同学的校区来 以前来只是看看医院 所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机会 我还估计也不会到校区来 来以后就认识到咱们还是一个学校的 所以我是非常高兴 而且看到很多同学 是学理工的 学医的 对文科的问题 对社会问题有如此强烈的关注 也让我很感动 要做一个说明 就很多人老说 我在五大也好 在其他学校很多人说 你在社会学系为什么讲政治问题 不讲社会问题 所以我要做一个正宗声明 我就是做政治学研究的 只是我待在社会学系 那是我那个公司的地方 就是我做的是政治学 或者叫做政治社会学 所以我来讲政治学问题 那应该是正宗的 应该是正宗的 这是一个开场牌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题目是 改革三十年 中国的政治发展 其中特征 为什么讲这样一个题目呢 我想 这个题目是 每一个中国人都很关心的题目 但可能除了这个理由之外 还有以下四点理由 让我选择这样一个题目 第一个理由 改革开放自1978年起 到08年 咱们是整整三十年了 那么各界都在纪念 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 从各个角度去总结 比如说各个报刊 媒体也都以各种形式 来纪念改革开放 比如说中国社会报 中国改革报 它也做了一个系列回顾 它也向这些学者约稿 从各个方面谈 所以 今年 我们确实有必要 对于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 做一个回顾性的评估 以有利于以后的道路 我想这是我们讲的 第一个理由 其二 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开放 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说 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 什么基础 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反思 那么社会主义是 二十几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大选择 那么现在要对这个体制的反思 对这种选择的反思 才带来了整个三十年的改革开放 如果没有这个反思 谈不上改革开放 也谈不上市场经济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 中国的任何改革 说到底在背后 都有政治的因素 或者这样讲 如果没有政治认识的变化 没有政治大变革 那么整个改革开放是不可理解的 不可理解的 当然 不一定说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始终处在这个改革的选择和中心 但它背后一定是有政治因素 一定是有政治因素 所以这是一个前提 还有人说 改革开放三十年 主要我们是 呈现出一种 经济改革超前 或者不叫超前 叫做政治改革之后 就是经济改革 孤军突进 政治体制改革严重之后 这也是我们当前 评价我们改革的 矛盾的一个非常主要的观点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政治变革 说我们没有政治变革 三十年 只有经济社会文化变革 这个话一般的讲 也不能算错 但是如果深究一下 其实还是非常的不清楚 我们国家 这三十年所已经发生的 非常巨大的政治变化 别的不说 就是我今天 选这样一个题目 站在这儿讲 而且我将以我独特的方式来讲 这件事情本身 如果没有这个大的变化 是不可理解 这个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 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说 我们遭重 在总结改革开放经济上的成就的时候 也确实很有必要 对他的政治改革的方面 对他的政治变化的方面 对他的得失成败 他的来龙去脉 我们也应该做一个很深刻的把握 当然我今天晚上 只能从理论上 宏观上来做把握 不可能讲得非常细 但我会给大家一个大的解释框架 就是如何认识这三十年 我可以给他一个大的框架 而我就首先抛出一个概念 政治发展 首先抛出一个概念 政治发展 咱们很熟悉 经济发展 没问题 其实在学界 与经济发展同时的 还有政治发展 社会发展 可以说 政治发展 是政治学 是现在的政治学 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它的所指所向 就是指的是如何研究 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变迁 如何研究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变迁 或者要研究政治转型 这是政治发展 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因为考虑到大家 绝大部分都没有政治学的背景 所以我给出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 那么什么叫政治发展呢 如果简单的讲可以这样讲 那就是在整个人类社会的 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 那么在政治层面 在政治层面 它要追求和建立一个 能够适应变化 能够适应变化 同时呢 又能够稳定有序地 保持这个体制的延续性 就这样一个政治文化 和政治结构的 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说 在整个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啊 它要在政治层面上 要追求两个目标 一个要适应这个变化 第二 在这个变化过程中 这个秩序要能够稳定 文化要能传承 如果变了变了就变垮掉了 是吧 咱们回忆一下历史很熟悉 晚清新政改革 心心上荣 是不是 晚清经济变革 速度非常快 它可以说 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础 勾画了现代国家的蓝图 但是 1911年 武昌成都的乡身 把这一切给中断了 整个政治结构断裂了 政治市局崩解了 由于政治秩序断裂 政治市局崩解 整个中国由此陷入了政治混乱 所以整个20世纪上半年的战乱动荡革命 都起因于1911年 这个新政的被崩解 也就是说政治发展失败了 政治发展失败了 所以才待到后来一系列大混乱 所以人民是突探生理 突探生理 一直到49年 这个过程才到结束 才重新寻求到一种 重建政治秩序 当然是在另外一个道路 和另外一套体上 重建这个制度的 但这个代价就太大了 如果是这样 那么对这个民族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是吧 所以我们说一方面要变化 一方面这个变化 不能把秩序给搞掉 不能让这个秩序垮掉 一旦垮掉 一个大的政治公共一旦坍塌 社会就会陷入分裂战乱 那么这个情况下面 这个情况下面 那那个政治转据的代价就太沉重了 这就叫做政治中断 政治不发展 那么政治发展就是要避免这个情况 是吧 一方面要适应现代化的变化 要建立起一个能够适应这个变化的体制结构 和文化 一方面呢 它在有序过程中去做 代价最小 成效最大 这叫政治发展 这是我下的非常简单一个定义 应该没问题吧 当下这个定义的时候 实际上就给出我的一个立场 也给出了我的一个立场 我肯定是一个保守主义者 是吧 一个正常的保守主义者 就是说我觉得 什么样的变化是最好的 渐变是最好的 渐变是最好的 是吧 既在实际的长河中 慢慢地去消解新旧的冲突 同时呢 符号文化能够逐渐传承 这样它整个社会造成的动荡因素 会小 人民有承受能力 国家才能够平稳地发展 这就可以做了我的一个立场 所以我是强调有序变化的 还有一个问题要讲 我这题目宣讲 这是中国三十年的政治发展 但是我是把两个地区 或者说把三个地区排开了 港 台澳 这三个地区有其独特的逻辑 跟我今天讲这个逻辑没关 我讲的主要是大陆地区 大陆主体地区 这是要说明的 这是要说明的 那我们看一看 三十年 中国政治发展 经历了一个什么阶段 这个阶段 呈现出哪些特点 历史并不久远 从七八年到零八年 我以九十年代前后之交 作为一个界限 以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之交 作为一个界限 把中国政治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把这三十年的政治发展分为两个时期 这两个时期的发展逻辑是不一样的 第一个时期是七八年到八九年 到八九年 第二个时期是九二年到零八年 中间三年有一个彷徨排火期 彷徨排火期 就所谓的自力整顿 就是小平南京讲话之前 改革其实已经停顿了 已经停顿了 分于这两个时期 那么前期的发展逻辑 从七八年 它是一个什么逻辑呢 它是这样一个逻辑 因为我们好不容易 从文革的深渊中解脱出来 所以人们希望能够珍惜 来之不义的局面 要搞建设 要拨乱反正 所以 他的理论其实是反思 反思什么 首先是反思文革 反思毛泽东 在晚年所犯的错误 但好像这种反思不够 因为人的思维逻辑 一定要按照它的惯性往前走 所以就从反思文革 反思毛晚年的错误 反思到了这个体制 和这个制度本身 存在着缺陷 存在着缺陷 于是 在这个反思基础上 我们就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 两句话 高度文明 高度民主的 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 是吧 这个以十三大报告为蓝本 勾画得非常宏伟 尽管没有兑现 因为八九六是没有兑现 但是蓝本勾画得非常宏伟 可以说 整个一个十三大 就是谈的政治体制改革 只是后面没做 没做 为什么没有做 因为我们看到 在正式这种反思中 官学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是吧 最后导致了学潮发生 最后导致了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的出现 这个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出现 毫无疑问 它是一场全民族的悲剧 整个就使得整个世界改革进程中断 中断 这是一个 从而使得整个中国 在经历了将近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 面临了一场大的危机 一场关系到这个政治体制稳定不稳定 的一个大的危机 这个是过来的人都知道的 可能你没有经历过 但是大概你们的父辈也或多或少 会提到一些 会提到一些 所以站在1990年的那个时间点上 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格局呢 突然发现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存在下去 都是一个问题 都是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世界引起了整个全世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今世界的很多变化都是由这个变化引起来的 苏东巨变 就这个事件一出以后 马上一连串的事件就跟着来了 苏东巨变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事件给了东方苏联的人 从其他方面给了一个刺激 给他们了其他一种想法 于是他们按照他们的理解 去行动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苏东巨变 其二 使西方国家形成了对中国的制裁 制裁 所以在当时那个情况下面 这个情况来得非常突然 整个中国面临一场大的政治危机 也就是说在当时中国面临着 稳定压倒一切的非常严峻和困难的局面 而能否度过这个危局 应该说并不是当事者就那么的有胜算的 就一定说我就一定能度过那个危机 所以当时很多人是往外走 把财产往外转移 因为他有一种漠视心态 不知道明天会怎么回事 不知道明天会怎么回事 不知道我们这个秩序还能不能延续 这是这个过来人都体会到的一种心境 但事实上又过了十年 又过了十年 我们看到这个秩序还越来越稳了 是吧 这个体制还越来越固化了 它不仅克服了政治危机 赢得了政治稳定 而且在这个高度稳定的格局下面 给经济的成长提供了非常巨大空间 所以说中观中国三十年代 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 从七八年到九零年 它主要做的还不是发展 而是恢复 恢复和调整 中国真正的经济成长 是在九二年小平的南京讲话之后 那么在南京讲话之后 中国的市场经济 财 遭禄 遭禄 尽管它有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化解和消化 但是评估这个事情的最基本的一方面 中国经济是在九二年以后腾飞的 这个事实要承认 要承认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本事实 所以我们也才可能去 有时间和空间去化解 我们这个发展模式 所带来的问题 所带来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我们做的 做分析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立场 好 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度过这个危机呢 我们可以说 政治强迫能力很强 这话当然不错 但是如果仅仅这样解释 好像很多问题还不能解释 因为你可以强迫我做某些事 但你不能强迫我 一定说对你心服口服啊 是不是 还有 这个政治稳定 与中国的经济腾飞 它是一个什么关系 这是我们需要解答的 而这个解答在现代政治发展史上 没有现成答案可循 没有现成答案可循 还有 中国未来政治 未来经济路 将怎么走 这也与我们这过去 这十几年或者是三十年 所形成的一个历史路径 以及在这个路顶依赖上 所形成的惯性 与结构性因素相关 因此 就算是从规划未来的角度讲 也非常有必要对这三十年的情况 做一个解读 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很简单的讲 中国之所以能够赢得在九零年以后 能够赢得高度的政治稳定 迎来中国经济腾飞 我觉得有两大秘密 有两大秘密 其实也不叫秘密 第一个 市场化的改革 这都不是秘密了 是吧 这个也是没有争论的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在政治上还有一个大的转型 就是我说的 什么呢 那么官僚体制 国家通过非政治化的行政管道 通过非政治化的行政管道 来吸纳精英 来化解精英阶层之间的矛盾 来形成精英对发展成果的共享 或者说形成了一个精英联盟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当然关于市场化改革 我不是学经济学的 我就没有必要在这讲了 很多老师讲的够多了 那我就遭到讲后面一个 就是说整个中国发展 一个是靠着市场化改革 其二靠着就是国家 这个官僚机器 它通过了非政治化的行政管道 把社会精英阶层 吸纳定它这个体制 希腊政策这个体制了 形成了精英的结盟 或者说形成了精英对整个发展格局的适配 与发展成果的共享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 整个八十年代 就是一个精英分裂的过程 对不对 八十年代就是一个官学分裂 从那个打倒新帮的那个蜜月期走出来 然后不断地开始分裂 因为在怎么改革 要不要改革 选取一种什么改革道上 官学两界分化很大 就是这个分裂导致了学潮评认 导致了最后的六四 对吧 所以这个世界以后 它整个学习官学两界 整个陷入了一种非常对立的局面 那么这个局面是怎么化解的 是怎么化解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 这个我觉得 这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的 很重要的一个立场 很重要的一个立场 那么我们把这个进程回溯一下 在回溯之前呢 我先简单地做一个理论梳理 小兵同志 我们讲改革三十年 有一句很经典的话 就是什么呢 摸着试图过河 是吧 就是我们过河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路在什么地方 咱们是走一步算一路 路是人走出来的 走多了就形成了路 并不是说预先就设计好的 没问题 没问题 但请注意 中国的政治发展 可不是这回事 尽管要怎么改 小平同志就曾经有专门有一个讲话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 但究竟怎么改 它可能没有具体的方案 但它却有大的原则 这个东西跟经济改革不一样 什么原则 在八十年代 它规纳出两个东西 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是吧 一个是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 所以啊 你不要把这个看成一个没有意义的一个官化系统 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意义 它实际上就框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向和空间 也就是说 怎么玩都可以 但是 如果玩出了 世界上基本原则 就不可以 是吧 也就是说 相当于 给我们中国的政治发展 从一开始 就已经设定了 边界了 已经划定了空间了 在经济领域有吗 没有吧 经济领域是不问性质性色 是不是 只要有三个有意义就行 但在政治领域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它有四个坚持 四个坚持 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 面对着完全不一样的局面 由于改革的主导者 始终能够有能力去把握这个空间 有能力去主导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设想 其实在改革前 它就已经料定了 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以后 我们还是要坚持 党的领导 是不是 当然 当然 所以如果说你玩出了这个范围 它就要叫停了 是不是 如果你叫它不停 就量成为期了 是吧 就量成为期了 所以这是我们理解 中国三十年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的立场 基本的立场 如果有了这个视角 那么很多事就好办了 好 我们根据这个判断 把刚才我讲的改革三十年的进程 再重新回顾一下 再重新回顾一下 我们说了 中国的改革 是始于对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 那么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怎么来的呢 我们说 往前追 是半个世纪之前 晚清 晚清父王的一个结果 晚清父王以后 中国在政治上 陷入了分裂 战乱 动荡 任人宰割的局面 清王朝可能是一个很不好的王朝 但是一个大的国家 有领导者 比没有领导者 是不是更好 想一想 想一想 如果没有领导者 每个人都是领导者 这个社会 是不是天下大乱 同意吧 哪怕他说 不好的领导者 如果我慢慢去改造他 是不是比把他打垮了 会好一些 因为你把他打垮了 你又没有能力去 新建一个权威 这就导致了 整个20上边的军阀混战 正是这个军阀混战 你才能够理解 共产党 他的地层革命 为什么会有空间 如果有一个中央权威存在 你要搞底层革命 有没有空间 不可能有空间 不信你现在就搞 没空间吧 是吧 现在我们的国家能力 空前强大 所以理解20世纪革命 你要有这样的前提 就是说 那个时候我们 一个高度强大的政治权威被打掉了 政治共同体解体了 各个地方独副军法 是各霸一方 有枪就是草头王 所以说 得称革命 才有空间 所以很多人 知识都纷纷在这个大的格局下 要寻找答案 寻找出路 那么共产党在这个大的格局下 他所寻找的出路就是什么呢 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这给中国送来马克主意 就认为只有社会主意 能够救中国 能够重建这个政治共同体 能够挽救民族为王 一个是能够挽救民族为王 一个是能够重建政治共同体 所谓的反帝反风建议 好了 49年 这个目标 达到了 那么达到以后 注意啊 中国共产党 他所领导的革命 不是我这 打关枪啊 实际思考一下 他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 农民革命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一般意义的农民革命 他是 当皇帝那一天 就是革命成功那一天 是不是 也是革命结束那一天 也就是说 他就是要改他换代 然后我来玩 但共产党人 他是有一套理想的 他革命成功 就是政治革命成功 许多全国政权 在他的理念系统中 只是万里长征 走完的第一步 他还要干什么 要建设社会主义 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 要实现共产主义 这个 真不是说得完的 你们不要笑 因为你们是站在 这线的这个渔景下来提 你们体会不到 你想如果是搞笑 毛泽东一家 毛泽东一家死了十几个人 他会搞笑吗 他是一种很真诚的理念 好了 那么这个理念 什么时候开始实践呢 49年开始实践 所以我们说 新政权 它就有两大使命 它就有两大使命 第一大使命 要让中华民族 自立于世界民族 自立于 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没问题吧 共产党人也是民族主义者 其二 其二 它要建立的 不是一般以上的民族国家 它要建立的是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52年 就来了一个 向社会主义过渡 是不是 新民族主义革命结束 理解 这两个逻辑 就是说 新中国建立 它要受两个逻辑支配 第一个要发展强大的经济 建立强大的国家 第二个要建立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 这两个逻辑的 理解这两个逻辑 就基本上把毛泽东时代的 基本的历史就开过了 就开过了 在这两个逻辑之间 它们有张力 它们有张力 比如说 比如说 按照新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什么叫社会主义国家 所谓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 就是说 从资本主义 向共产主义的一个过渡阶段 那么在这个过渡阶段 国家 它是不是逐渐强大 而是逐渐消亡的 懂吗 国家的能量 是逐渐消亡的 但是我们看看 无论中国 还是前苏联 在革命后 建立的一些国家 是朝着消亡的路在走 还是越加强大的路在走 反的吧 反的吧 这个有现实原因 确实与马克思的构想的 空想有关 而且我们发现 中国和苏联 我学历史的 这个现象 在一切革命过程中 它几乎就是一个共同规律 一打 就说新建立起来的政权 它的能量之大 一般都超过它打掉了一个政权 是这样吧 它能量之大 都超过它打掉了一个政权 而这个 就跟我们的社会主义理念 刚刚相反 社会主义是半国家 然后想无国家发展 但是很多现实的选择 是我们 根本不可能出现那个局面 我们虽然这样的相反局面 而这个东西 很快就带来了官僚者的重建 带来了国家的压迫性 带来了一切的社会矛盾 当然它也带来了国家经济 就迅速成长 这就是一个过程的多项因素 那么面对这个局面 怎么理解 就发生分歧了 所以党内斗争 当然有很多因素了 有权力之争 有个性之争 有方案选择之争 但是这个理念之争 还是一个最基本的层面 就如何估计 如何估计 我们的革命者 在革命后 重建的国家 国家之能 在这个问题上 毛等少数领导人 与刘顿等多数领导人 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而刘顿他们就认为 这是正常的 无产主义专政 就应该这样 但毛呢 他认为 不仅毛 包括整个共产主义 如果我们对共产主义 理论的普系熟悉一点 现在讲这个是不是很吊诡 但事实上 你如果对共产主义运动 很熟悉 就会发现 在共云史上 很多饲养家 他们对这个东西 都很困惑 比如托洛斯基 比如晚年的列宁 列宁在去世前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发生了根本变化 说我们现在建的这个国家 无非是批了一层 VIOI的官僚制国家 你看 他新英国建立起来的国家 他自己把他否定了 毛也一样 毛也是站在这个系统下 他在用他那个话语书中说 说中国教育主义出现了 资本主义正在复辟 新的压迫阶级 新的资产阶级 产生了在哪里 在党内 他整个共产主义的语言谱系 他是一脉相承的 因为我们学功课的 如果学四项史的 都知道 我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所以毛一方面 我们现在为他取得了成就感的骄傲 一方面对他塑造这个国家的 方方面面的外形 非常不满 我们现在都不是做好坏评价 不是做好和坏的评价 也不是做对错判断 但是分歧就由此很大 所以毛就要发动革命来改造这个国家 这就是他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政治运动是一波一波的起来 所以149年政治革命的成功 只是社会革命的一个开始 之后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 一波一波的社会感召 我们把这些 其中的很多艺术排开 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 其实与这一套理论话语体系 是有紧密联系的 但是我们看过的是一个什么结果 这一波一波的政治改造 最后把中国推向了文革 文革是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梦的下面开始的 但是这个梦只持续了三年 到了69年就搞不下去了 因为毛要发动革命起来 打倒官僚资产阶级 要重建一个新国家 但他发现不行了 他如果真正把官僚阶级都打倒的话 他的干部队伍也都被打倒了 毛这个时候毕竟不可能再是一个 彻头彻尾的革命者了 他毕竟还是这个党和国家的缔造者 这个时候他犹豫了 他从理想状态后退 所以69年文革实际上就结束了 不是讲了七八年 但是文革结束 文革的逻辑并没有结束 还有文革中产生的新的思想势力 新的干部派系没有结束 那么新旧势力就围绕着文革的走向 还有如何评估文革 还有如何去把握文革之后 中国的发展又产生了新的斗争 而这一系列斗争 很大程度上就要解决一个权力之争的问题 正是在这一系列的权力斗争中 整个中国被推向了一个灾难性的深渊 可以说开始文革的时候 全国上上下下的热情是非常高涨的 但是你看到了72年 林彪事件之后 这是一个大的分水岭 林彪事件意味着什么 对老百姓 不管你官方怎么解释 对老百姓来讲 这是一个恶性刺激 越毛的最亲密的战友 都背起毛而去 难道你是用一个阴谋家的理论 能够说明的吗 如果林彪是一个阴谋家 那不等于说毛的眼光不明吗 所以老百姓是不会这样思考问题的 所以文革 林彪事件就意味着 这个理论 这套理想 这个梦想 革命之梦 破灭了 破灭了 当革命之梦破灭后 整个权力阶层就陷入了一种败战廷式的宫廷斗争 所以而毛永一直没有去世 他就是在晚期的宫廷斗争中 左右平衡 他也不愿意再来把水搞下去了 他就左右平衡 但是他的生命力终于在76年结束了 76年的时候中国是一个什么状况呢 可以说 如果说从人形来讲 我们可以认为 这个时候无论是当时的红卫兵 还是被整的黑崽子 无论是我们所说的走私派 保皇派 还是造反派 无论是工人 世事分子 可以说 对当时那个不断动荡的格局 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容忍了 已经是没有办法再容忍了 这也是小平同志 上来改革开放推动 能够引起那么大的呼应的一个 最大的社会基础 也就是说 若没有失灵文革之乱 也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 咱们不是玩得挺好的吗 咱们不是过去讲 世界上还有三人这儿的人 生活在水热火车之中 我们还要去解放 我们不仅要解放中国 我们还要解放全人类来 是吧 但是突然发生这个梦破了 不是这回事 原来是你们之间在斗 这个时候 劳博性就对你非常反感 但是在中国这个体制下面 一代领导人不结束 他的生命不结束 这个政治方向没有办法流转 所以要流转这个政治方向 还得寄托一个天意 是吧 就毛的政治生命的结束 才可能是中国 开辟这样一个新的方向 开辟这样一个新的方向 这是事实吧 就让斯大林不死 谁敢去反斯大林 一样 小平是革命者 不仅小平 一代老干部都是打江山的人 最后他们发现革命 最终让他们自己成了被革命者 是不是 无产阶级专政 他们最终成了专政对象 痛病是痛 他们也认识到这个制度有问题 有问题 如果他们自己不整 他们说光整别人 光整政治分子 他不会有这个体会 同意吗 那么57年 那老邓打右派也是很积极的 那也是很积极的 少席同志也很积极啊 但最后 中华人民共和的主席 他的基本人权 都没有办法得到保护 这个教训就太大了 这个教训就太大了 革命者成了革命的对象 这就是说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革命的一个 逻辑的必然的发展 必然的发展 对于这一点充分认识 是改革的一个前提 好 所以我说了 改革就是说 从反思文革来的 以后再不能搞运动了 大家后来会发现 文革为什么会发生呢 难道板子全打了毛身上 不对啊 很多时候我们也举了手的呀 是吧 大家有进行人民共和的 我们不是都很积极吗 体制有问题 所以小平从这再讲一句话 制度好 可以使好人少犯错误 制度不好 可以使好人多犯错 可能使好人犯错误 所以他就发表了党和国家 关于体制改革的讲话 可以说是小平最先提出了政体感的主张 所以80年代 我们可以基本上这样讲 政经改革 是齐头并进的 而且 有一个高度的全民改革共识 它的目标 就是我刚才说的 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高度文明 高度民主的 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但是发现这个目标也很美好 但做起来好像不对劲 为什么呢 你看 马上 西单民主枪 出来了 精神污染 出来了 数学化 出来了 最后 学校出来了 为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说 各自有各自的改革逻辑 和反思逻辑 就是说 为政者 他们的改革逻辑是什么呢 是说 我改造社会主义制度 是为了巩固我这个制度 是不是 我改革党的领导 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 但是呢 一部分知识分子 它的改革逻辑不是这样的 它的改革逻辑认为是 你之所以产生这些恶果 是因为你这个制度选择 有问题 那么如果两边的改革逻辑 对改革的判断完全不一样 你说他们 中间会不会有张力和矛盾 所以八十年代的矛盾 它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所以达到四人帮之后 官学两界 有一个短暂的蜜月期 但这个蜜月期 很快就结束了 代之于民间改革 就是民间不断地要压 就是知识分子不断地压 中央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方向很明确 民主化 民主化 方向很明确 民主化 而我刚才说了 为政者对政治体制 是由一个把持的 什么把持 事项坚持 就是如果你怎么玩 你叫什么不重要 但是说 你如果这个东西 对我这个事项坚持 有妨碍 会动摇 我就要叫停了 如果你不听 咱们就是矛盾了 矛盾没法消解 就造成危机了 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没错吧 因此就发生了 我们前面所看到的 悲剧性的事件 那么八九之后 整个政治局面就很严峻了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 国际上的树东剧变 和西方对我们施压之外 那么在政上 国内就 没有人敢提改革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 华诗当时 我有个师兄杜博士 叫中坚 现在在深圳大学 他写了一个 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 说中国还是要搞 政治体制改革 就在国内发展 结果突然之间 西方舆论全爆了 西方什么纽约 时报啊 BBC全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是谈政治体制改革 谈虎色变 谈民主色变 因为那个时候 谈的是防止和平演变 所以你居然敢谈民主 所以西方就爆裁了 然后呢 中央也很紧张 就查 这个人到底什么人呢 有没有什么背景呢 后来他也没什么背景呢 是吧 他的话也不错啊 那就算了 说说明当时那个气氛的严峻 不是你们能够想象到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面 中国改革走不走怎么走 其实是没有答案的 这就把邓小平搞老火了 搞火了 他来了一个男巡讲话 那个时候邓小平 已经几乎退了 他以一个党员之身 南巡 什么叫巡 皇帝出入叫巡 而小平农子是一个党员 他用的是巡 当然后来改成南方讲话了 后来我发现也不对啊 怎么我们也用巡 巡是指的 是封建社会的皇帝 但是请注意 小平这个党员 可是一个特殊党员 他的地位和声望 不是那个职务能够涵盖得了的 所以小平在南方一路讲 第一站在武汉 广州 深圳一路讲 谁不改革 谁下台 话语所向非常明显 所以中央赶快 来那个180度大转弯 把小平的南方讲话 作为中央文件下方 当然 因为实际上这个也不能怪中央 因为在那个情况下面 我怎么知道 你们几个老头子怎么想的呢 我们也不敢做呀 做已经垮了一个总书记了 再做又垮了一个总书记 你叫我怎么做呢 所以也不能怪后面的继任者 因为在那个情况下 谁敢做 是吧 好了 但是既然小平发了话了 做吧 而且小平讲的一个不争论 不争论 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争论 它是一如所指的 就是说 不要争论性知性色 实际上就是说 你不要再带意识 那个脚了 搞市场经济 所以小平的一个南方讲话 还有一个不争论 当然还有很多客观因素 就是说 九二年那个时候 我们的老一代 顶尖的革命领导人 基本上 切实的都差不多了 小平同志 活得最长 所以他的威信 他就是一言九鼎了 是吧 如果在八岁代 就不是这样的 在八岁代 小平和陈云之间 形成一个对垒 一个对峙 一个制衡 所以很多组装 是两方组装的 一个协调和妥协 不一样的 九三那个情况没有了 因为陈云已经建马斯去了 是吧 历史发展还有很多的 结构性的因素 也有很多的机遇 因此 九二年南方讲话之后 改革掀起了第二个大潮 但请注意 这个大潮的特点 与我讲的 一九七八到八九 是不一样的 它只有经济体制改革 没有正常动作 不敢做 因为稳定压倒一切 苏东的教训 已经摆在那了 做 垮台了 谁垮台了 党垮台了 国家变色了 所以说 九十年代以后 尽管每一次 党的代表大会 都还有那么一道话 在提政治体制改革 在提民主 但是实在在 也从来没有 在第二个场合去做过 任何一件事情 做过吗 确实还没做过 我们都是一个事实 我们不说做好 还是不说做了不好 也不说不做好 我们说 这是不是事实 是吧 今天晚上我的讲课 都没有评价的 尽可能的不做好坏评价 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 整个九十年代 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 要过来的 那么就形成了 我们今天所说的 轻动 正不动的 这样一个局面 而我们今天 所说的政治格局的 基本特征 它的优势 它的弱点 它的问题 都与这个东西有关 都与九十年代以后的 政治格局 和经济格局的 互动有关 所以我们说 三十年代改革 但从正常讲 两个阶段的逻辑 完全不同 这是我们灵罪的人 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我们的过来人 看得非常清楚 看得非常清楚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没做过 政治体制改革 做到经济改革 而经济改革 带动了社会改革 它又不可能 不反过来 影响到政治环境 所以说 无论从 权力结构的配置 从政党制度的特征 从政治文化的特征 从社会结构的 布局来看 其实 尽管没做 政治体制改革 但是已经发生了 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来分析一下 哪些地方变了 哪些地方没有变 你看 首先我们党 我们国家有一个 最大政策的最大可能是什么 一党制 是吧 党 具于绝对的领导地位 诶 这个一党制怎么来的 除了和中国的传统文化 可能有些关系 更主要还是从马克思那来的 因为马克思有一套理论 推翻资本主义靠谁 靠无产阶级 那么这个党是什么 这个党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 那么就要靠无产阶级先锋队 来发动 共产阶级来推翻 推翻 资本主义 然后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理论在这 说列宁 把他借过来 在俄国实践了 就成了一党制的实践 然后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的马列主义 严格意义上是送来的列宁主义 又把这个东西传过来了 传过来以后 国共两党都深受这个列宁主义影响 我们过去说 中共受列宁主义影响 其实国民党一样 二四连 村中山 联俄联共 扶苏龙宫 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 来改造国民党 把国民党改造成一个 跟共产党一样的 有纪律 一个铁的政党 然后 蒋介石以后把它发展了 叫做一个党 一个主义 一个国家 是不是 因为呢 中国 蒋介石就说 在中国不能搞多党次 他的理论 如果把蒋介石的言论 我们重新来读一读 跟我们限制的很多言论 完全是一样的 理由也是一样的 好了 这是国民党这一脉 但国民党这一脉 到了台湾 到了八十年代 有变化了 是吧 那么国民党 现在的国民党 已经不是 蒋介石那个国民党了 现在它已经是一个 民主化政党了 然后就暗下不讲 那么共产党 解放后 那么把这个 一党制的理论和实践 又推向了一个高峰 因为中国它有 它传统的 政治文化的 比喻 特色 推向了高峰 三十年以后 这个格局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但其实又有了 很大变化 我们党对整个社会的超强控制 还有没有 没有了吧 没有了吧 是吧 我们党通过国家机器 对整个社会的强控制 没有了吧 因为市场经济 必然要求社会独立 要求经济领域要自由 所以这个强大的 性质市场经济冲击 使得整个社会 行之了越来越大的 宽容 自由的空间 不然的话 市场经济没法做 市场经济 与强权经济 不接轨 它可以以权力经济接轨 但它一定不与强权经济接轨 所以我们说 在毛时期 是 我们用一个词 叫做权能主义 权 全部的权 能力的人 权能主义 什么意思呢 就是政治权力 把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都管死了 改革方以后 我们就有了一个 越来越大的 独立的社会和经济空间 是不是 权能主义消解了 消解了 党还是那个党 但它不再搞运动了 它讲求法治了 还提不提 无产纪专家的继续革命 不提了 是吧 而且还把那个说定 是毛晚年的错误 是不是 没有问题吧 而且党的目标 有没有变化 仔细看看 它还 是不是还要强行 对社会大众 做一种强制的 意识形态的灌输 没有了吧 没有了吧 没有再强制 虽然它还在灌输 但它一定不是 抢制灌输 这肯定是这样的 它很柔性化了 咱们现在 给我打印主持 开个录像 咱们的红杉革命 去跟根据地区参观一下 你说它是去旅游 还是受教育来 它兼而有之 兼而有之 它就不是一种 抢制型的了 尽管党还是保持住 它的领导地位 但它的目标 其实已经悄然地发生到 根本性的变化 过去是要通过革命 政治革命完成 社会革命 一步步建设社会 共产主义迈进 要建设理想社会 现在是要干什么 这个目标越来越现实了 如果说过去的目标 是指向彼岸世界的话 那么现在这个目标 完全指向此岸世界 非常现实 就两大目标 第一个 巩固党的领导 第二个 发展临近 把国家搞好 让人民受疑 是不是 那么人民受了疑 国家好了 我的地位更巩固 党的领导更稳固 就这个目标 都非常的现实 同意吗 他跟现实的利益 接得很紧 就是说 这个党的目标 党世俗化了 世俗化了 他已经逐渐告别了 这个深圳的目标 这个话没错吧 当然他还会在 每次会上 他还有那么一段话 放在那 那个我觉得 他是一种 延续合法性的需要 他不会去做的 他真要去做 麻烦就大了 如果还要 又要把一个理想目标提出来 那麻烦就非常非常大 所以党已经非常非常的现实了 两个目标 发展经济 巩固政权 就这个经济谁都可以搞 但是在中国 必须由共产党来搞 是吧 谁搞都不行 要我搞 才行 因为我 已经在位上了 所以 由此 那么他的整个思想里面 也在转换 既然物标很现实了 那么很多思想 都可以容纳进来了 只要对我这两个东西 不形成根本性挑战的思想 咱们都可以包容 甚至也都可以吸纳 所以我这样讲 也是没有问题的 到不去二十年 我这样讲 我哪怕讲好话 这样讲 也是有问题的 同意吗 因为给你们政治课 讲的不一样的 结论可能是一样 它逻辑是不一样的 你们注意没有 但现在这样讲 应该没问题 没问题 所以只要不直接构成 对党的领导的威胁 一切形态都可以被包容 甚至有可能成为 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这样党的整个行为 选择的空间 空前扩大了 就是说 它再也不自我约束于 它那个十分刚性的 意识形态目标了 这样 这样 它自己的空间也就大了 你看啊 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面 全能主义消减 政党体制上面 宣说政党的领导体股没变 但统治方式变了 柔性化了 政治文化柔性化了 更宽容了 更有包容性了 如果没有包容性 网上那些激烈言论 无论左地右的 全部都会通通收拾 是不是 没有收拾啊 说明很包容了 还有 其实社会结构也发生了 非常巨大的变化 你看我们还没有做政治改革 这些变化都已经出来了 这一面是我们看到的吧 是我们经历的吧 还有一个大变化 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我们来分析一下改革前后 这个社会体制 如果说我们认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是一个阶级社会 如果我们这样认为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反思 在毛时代的社会 是一个等级性的社会 是一个等级化的社会 确实没有阶级 因为阶级是根据生产资料 掌握来判定的 那个时候国有制 从理论上没有阶级的 都是穷光蛋 有什么阶级呢 都是无产阶级吗 但是有等级 他仍然存在着精英 大众和底层 仍然存在着精英大众 那个时候精英阶层在哪 党政官员 党政官员 尽管党政官员 从理论上是人民公仆 他是公仆吗 我记得干部 有干部子弟的学校 我就是读干部子弟学校长大的 住卧铺 坐飞机 老百姓是不能做的 要钱也不能做 那得有证明 证明你是哪一级的官资上 你才能做 那是一个等级 所以整个社会是一个 严格的等级秩序 他没有记忆 但这个是上层 精英阶层 精英阶层 是官僚 党政官员 然后大众呢 工 农 兵 知识分子的一部分 没问题吧 尽管工农被我们抬得很高 工人是领导阶级 农民是同盟军 但实际上 穷光蛋 是不是 穷光蛋 尤其是农民 那更是穷光蛋 知识分子 宣抽老酒 但是 他有工资啊 国家至少 没把工资停了 他的经济大意 还是比农民好 所以那个农民地位 其实是很虚幻的 很虚幻的 那个时候 有没有底层 有 但是那个底层 与经济 没关 与政治有关 就一切与旧政治 有关系的人 和阶层 或者一切 被认为 与旧政治 有关系的阶层 和人 一律地要被打入地层 叫做地父反患右 是不是 而且这个地父反患右 身份是不能改变的 他要继承的 是吧 地主的持比 还是地主 孙子 还是地主 而那个东西是有 不光是说 贴个包签 他上市了很多权利 不能考大学 不能当兵 不能进城 你说 他是不是相当于一种 现代总性制度 谁说没有等级啊 谁说是平等的呢 所以我说 毛时代的社会 其实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而且那个等级社会 在往往还具有 总性色彩 他选 可以继承吗 可以继承社会身份吗 好 三岁以后 情况变完了 仍然存在着一个 经营 大众和地层 因为其实任何时候 都不可能消灭地层 任何自治分子 如果想幻想要消灭地层 就会使全国人民 都沦为地层 这是现在 革命运动 给我们带来的 非常深刻的一个教训 因为 所以这问题 就不是说有没有分层 而是说分层合不合理 还有分层之间 它是会协调关系 好 我们来看看 改革开放以后的分层情况 经营 壮大 官员 仍然是官员 仍然是精英中的精英 同意吗 然后加了两个阶层 第一个 新兴的工商管理阶层 咱们还说的通俗点 资本家 新兴资本家学籍 出来了吧 就是被我们打倒的 我们现在又制造出来了 我们现在叫做民营企业家 换了一个词 是吧 到底是不是一样的呢 我想是一样的 还 整个臭老酒没有了吧 整个知识精英的主流 中畅层 几新党 经营阶层 除了工人阶层的一部分 其实早就高于工人阶层了 它之所以叫做工人阶层的一部分 它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延续的需要 其实知识分子 怎么能够是工人阶层的一部分呢 知识分子就知识分子吧 工人就工人吧 你不能说把说说我们现在大学老师和农民工都是知识分子 都是工人阶层啊 这不好说呀 但是当时的特定情况下 我们这个语言的游戏 解决了一个难题 用这个语言的游戏来解决了一个难题 大众 还是大众 工人 农民 一般的低级管理人员和小 知识分子 小知 还有一般的从业人员 还是大众 底层变了 这个是底层 决定谁是底层就与政治无关了 因为一个总聘制度消失了 是吧 这个说谁能为底层呢 一切的改革过程中 受益最少的人 社会阶层 或者说 相对被剥夺的最多的人 就构成了新的底层 农民工的主体 特殊行业的从业人员 等等 下岗失业人员 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新的社会底层 所以孙立平才说 断裂 才说断裂 什么意思 就是说改革共识没有了 所以这改革加成一部分人 一部分阶层 已经被抛掉了改革进程之外 所以有了一个断裂 这是改革前后 我们的社会结构 发生的非常巨大的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 它可以归纳出 一样三个特征 第一个 是经营阶层扩大 出现了一个新兴的 经济经营阶层 和 知识分子的主体 也举行了经营阶层 这是第一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 第二个特征 是 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底层 而是这个社会底层呢 它跟文革钱不一样 文革钱呢 它是在政治上宣判你的死刑 这个时候呢 没有谁来宣判你的死刑 反正你掉队了 你就掉队了 我们说工人农民在文革 在毛泽很穷 但它很光荣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你是领导阶级 第二 你身上肩负着全人的希望 是吧 中国革命要塑造成为 世界革命的中心 我们要去检放全人类 还有三人这儿的人 比我们更造业 所以我们很光荣 我们也很满足 至少我们曾经满足过 现在穷是什么 无能 懒惰 是不是这样的 在道义上 没有人同情力 整个九十年代是这样的 现在这个格局又变了 整个九十年代是 穷可持 所以在农村就有留存一句话 所以我也做农村研究 说过去的地主 怎么还是地主 怎么过去的贫荣 现在还是贫荣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过去地主的子女呀 现在条件应许 他们又成了富翁了 为什么呢 从聪明请老肯干嘛 就说明了 过去的一个判定 其实有问题 就一个人他走上 社会中上人 除了机遇之外 确确实是与努力 和先天的能力是有关的 当然也与社会结构 合不合理有关 为什么说过去的贫荣 还穷贫荣呢 因为过去的贫荣 当中的很多人 就是耗识懒作的人 或者自力低下的人 或者就是说 遭了天灾人祸 而无力抵抗的人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在新的环境下 如果你的机会不好 或者这个政策对你不利 或者你的智慧不够高 或者你足够倒霉 或者你没有劳力 没有治理 你肯定就被抛到 这个进城之外去了 除了新的底层 没有问题吧 OK 第三个合真 这个社会实际上 就已经发生分层了 但是呢 与19年以前 和78年以前 非常的不一样 我们在没有社会 阶层分层的时候 我们却全社会 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 当中国真正出现了 社会分层的时候 而社会分层在扩大的时候 却没有阶级意识 但这是好事 不是坏事 请注意 我这个说法 就是没有阶级 当阶级出现的时候 当阶级差别扩大的时候 政治文化的主流 不是阶级文化 这是民族之性 是民族之圣性 如果现在如果重新 把阶级文化那套 灌进来 是个什么格局 你们想一想 那不乱套 那不乱套 那不就重新回到 战乱动荡 是不是这样 所以说 当有阶级的时候 却没有阶级意识 这是一个好事情 这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我说 以上就发生了五大点变化 政党结构变了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了 政治文化变了 是吧 政治文化变了 它的统治方式变了 但还有一个地方 请注意 它又加了一个新的统治方式 就是说 尤其是在经历了八九事变之后 吸取了这个教训 就停止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 不仅停止了 而且 因为也不能够 公开的搞无产阶级专政了 你这样搞就麻烦很大了 专理的政 动不动就专理的政 把你拿来游行斗 这是法制社会了 怎么能讲专政呢 是吧 一个Tater 一个Tater 去查一查英文是什么意思 去查一查英文是什么意思 翻过来是专政 其实还有多种翻译方法 还有多一种翻译方法 所以就采取对公共领域的暗控 网络公共领域控制得非常严 所以结社自由等等 仍然是停留在宪法层面 仍然是停留在宪法层面 也就是说 当我们停止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之后 整个社会 它也没有一个 但很自由 这个自由呢 与政治上的控制 管控 它又是并行不备的 它又是并行不备的 因此 因此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 他在政治上 是无能的 如果说他在政治上有能量 那是因为他进入官僚社会 进入官僚体制 哪怕是一个官僚 一个高官 一旦他被从这个政治体制中 被踢出来 他也是无能的 也是无能的 所以整个中国社会 就进入了一种 无政治化的状态 就进入了一种 无政治化的状态 有政治 但是呢 没有多大的政治空间 要解决政治问题 但是不按照政治的游戏规则来玩 用另外一套规则 什么规则呢 行政规则 行政规则 所以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我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政治 政治 政治就是公共知识 公共知识为政治 这句话是孙政策讲的 我觉得 关于人类社会 关于政治下来很多定义 但是我觉得这个定义 最通俗易懂 政治是公共知识 既然是公共知识 就应该按照公共规则来玩 什么叫公共规则 一个大的世界 要拿出来商量 要有竞争 但是我们还是在解决 这些政治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走这个程序 我们走的另外一种程序 这可以说是 第六个变化 第六个变化 这就是这三十年 历历战目的一些 非常巨大的变化 只不过我们可能感受不到 我们还在成天骂粮 还不满意 其实中国已经处在 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了 已经处在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了 我们因为得到了没有自觉 这是在无形中发生的 六大点变化 正是这六大点变化 就为全力精英阶层 重新地处理 它与其他整个精英阶层的关系 来重新地整合社会 提供了空间 所以说 它处理九十年代以后的政治整合问题 重新的希腊精英 克服精英的分裂 它没有走政治发展 它没有走政治之路 它走的是行政软道 这个就非常像 九七回归前的香港 九七回归前的香港是没有政治的 有行政 有咨询 没有政治 没有选举 没有公开的政治派别活动 没有公开的政治社团 为什么 因为港英当局怕引起混乱 不好过渡 没错 现在在做了 所以现在香港是有政治了 而且时间表 双普选的时间表都排出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非常像 九七回归前的香港 无政治 或者说 它把政治问题 行政化转移了 叫做行政 希腊政治 行政希腊政治 这是当今中国大陆政治的 一个最大的特征 行政希腊政治 也就是在这个行政希腊政治过程中 整个社会结构 又发生了两个非常显著的变化 第一个是 它完成了 以权力经营为核心的 基因的结盟 然后这个话说的有点夸张 说的有点夸张 就经营之间 分裂克服了 分裂克服了 其二 它完成了一个 利益分配格局 就是 精英 共享发展成果 没有进入 精英阶层的 就滚到底层去了 是不是 这就是九十年代 整个中国的大发展 在社会结构上 所塑造的两个典型特征 所塑造的两个典型特征 好 怎么塑造 第一个 我们来看看 权力经营 与经济经营的关系 我们来看看权力经营 与经济经营的关系 中国的市场经济 与西方早发国家的市场经济 很不一样 后者是自发的 是冲破权力的阻挠 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 资本主义 资本为了 战略市场 它需要民主权力 它是与政治权力 相斗生的一个结果 而改革开放以后 九十年代后的 中国市场经济 是权力阶层 创造出来的 制造出来的 保驾护航 保出来的 是吧 就一切 为市场经济 开辟道路 大量的引进外资 给民进的发展 提供各种政策优惠 这点 中国的经验 非常独特 就说中国的市场经济 是在权力的保驾护航之下 发展出来的 这就形成了中国现代化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权力 来为市场经济 保驾护航 这样 你就解答了 中国经济 为什么能够在 九十年代腾飞的 两个困惑 一个 国家权力起来 做市场经济 你说它能力强不强 当然很强 它不是自发的 它是自决的 所以市场经济发展的 飞快 很快 很简单 因为国家各级政府 全力保驾护航 一些政策 民族开道 其二 资本是一个中性概念 它有好就有坏 它能够带来效益 它也会带来血淋的剥削 这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中国市场经济 从无到有 要让一部分人先护起来 所以政策取舍 就一定有一个倾斜 这个时候的倾斜 肯定是倾斜于资本 而不是倾斜于劳动者的 所以我们看到 大量的农民工 在整个九十年代 是没有社会保障的 发生了工商事故 滚蛋 是不是 工资给的非常之低 你想 工资低 产品就尽致力强 这是中国的 销唯品在世界上 有市场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便宜 对这个情况 劳动者 有没有抗争的可能 因为两个原因 没有抗争的可能 第一个原因 政府和资本 是站在一起的 第二个原因 中国的劳动力无穷多 你不来 后面一大牌 我再把工资降低点 都还是有人来 信不信 信不信 离不来 你就失业吧 因为他劳动力 无限的丰富 劳动力无限的丰富 而市场经济有限 所以这实际上 一个是劳动力便宜 一个是权力的保家护航 这是解释中国经济 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 能够发生那么快的 两大根本原因 但是好处也在这儿 坏处也在这儿 好坏都有 好坏都有 对于这种形式 经济经济当然欢迎了 是吧 他可能没有政治自由 但他有赚钱的自由 只要有赚钱的自由 没有政治自由 也无所谓 尽管他还不能不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 行贿 他不能不行贿 因为资源在关了 但是呢 只要有钱可赚 过去是 整个把资产地消灭了 所以只要有这个空间存在 那么双方的关系 就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一个省长 一个老板要建一个省长 非常方便 其实 那么一个电话就见了 当然 那时候一定级别的老板 对吧 一定级别的老板 另一方面呢 权力这个时候 权力已经这个时候失衡了 那么 我为你服务 你赚钱 我干穷 我雇物人 于是 钱权交易出现了 钱权交易出现了 一个是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一个是 亲属下海 亲属下海 跟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有什么区别呢 有一层折袖部的区别 它不是赤裸裸的抢 它形式是合法的 但它为什么能包赚呢 很简单 后面还是权力 所以在现实中 权力和资本的结合 就非常紧密 在学术界 就有一句话 来看过这个现象 权贵资本主义 是不是 权贵资本主义 所以有些左派 认为中国 已经资本主义化了 所以要批判这个东西 要把它这个方向 拎回来 等会我再讲 这个东西怎么认识 这是与资本的关系 好 第二个 权力精英 与知识精英的关系 我们说 在整个现实化的世界历史上 权力精英 和知识精英的一般的关系 在现实化的过程中 在没有时间现实化的时候 一般都处在敌对状态 因为知识分子好高物远 有价值追求 而权力精英很现实 很现实 所以双方一定会产生分歧 一定在政治上是敌对的 在西方是这样 在唐夺是这样 在台湾是这样 在毛时代是这样 在邓时代也是这样 邓小平想把政治关系搞好 结果最后还是搞坏了 是吧 最后还是搞决定了 不然怎么解释那个事件 但是90年内以后 由于以下做干方面的原因 哎 这个问题化解掉了 知识分子的主体 对权力精英的发展模式 我们尽管还说不上 是不是支持 但是至少是 绝大多数是默认了 所以80年代的时候 高校老师成天都在 课堂上发牢收 宣传对政府的不满 90年代 你们哪个老师这样干过 没有 没有了吧 没有 真的没有 他默认这个体制了 为什么默认这个体制呢 以下几个原因 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权力精英对这个体制的 掌控能力很强 他给知识精英提供的 自由活动空间 很狭小 叫做 你不能不服 是不是 是第一个原因吧 这是大的一个结构性原因 但不能不服 还得给他好处吧 不给好处 光打 恐怕也难吃酒吧 所以第二个原因是 市场经济 大炒 给了真实分子 自己希望 第一个 他们在经济大炒中得到了好处 收获得了利益 第二个 第二个 他们 从市场经济中看到了民主政治的曙光 既然有市场经济了 按照西方的发展逻辑 后面就应该 至少应该 他们认为 后面应该有一个民主政治会 呼之欲出 他们就有这个期待 认同了 第三 发展经济 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 国策调整 尤其是科教新国的战略调整 整个一下把资深的主体 纳入经营范围内 你看八十年代 有什么老体道挂 有什么卖柴弹的 甚至搞导弹的 是吧 拉手术刀的 不如拉剃头刀的 现在还有这个情况吗 找没了 你们的老师们 尤其是你们学历 以工学义的 这早就是盆满钵满了 同一吗 都有二房了 是吧 很多人有小车了 很多人还有三房了 是吧 因为国家鼓励你这样做 它给了你很多课题 你要按照这个游戏规则玩 我让你是真金白银 当然你如果不按照这个规则玩 你非要给我去思考一些 大的公共问题 那肯定还是没有你的空间的 是吧 所以人都是现实的 绝大多数资分子 他人他生活 他生活是第一的 理念还是第二位的 同意吗 任何人生活是第一的 再重招的理念 都得往后放 都要服从生活的逻辑 没有面包 谈什么自由 所以大多数是人是奔面包而去 而在92年以后的经济大潮中 相当一部分 真怀觉悉的知识分子 下来经浪了 变一个只会说的精英 为一个能赚钱的精英了 他们早就有 知识精英 转化为经济精英了 这个时候 他们就进入了 我刚才讲的一个逻辑 赚钱去了 与官员结盟去了 剩下的人文社会知识分子 他鼓励你做很多专业化的课题 你看课题越给越多 量也越给越大 但是这些都是一非常专的问题 让你去做游戏 但这些问题可能有些是 有助于解决国家发展的 有些其实根本就无疑 但是它满足了你的一个期望 成为你做东西有用 而且你从这个用中看到了 书中只有黄金屋 和书中只有盐如玉 而且得到了 人都很现实 所以他就慢慢慢慢 就把这个理念放在一边去了 当然还有一些坚持 那些都往往是没有进入体制的 没有被这个体制希腊的 尤其是大学生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情况 国际背景这个时候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前苏联解体 美国单击世界形成 带来两个问题 第一个 前苏东国家的转型 也曾经出现过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也让我们的 苏世分子看到 民主化也并不可能那么顺畅 并不像我们想象那么顺畅 一旦来一个天鹅中的革命 就理想了 民主同样不是一个理想社会 同样不是一个理想社会 其二 其二 中国在崛起 而美国单击世界 对中国这个崛起 从民主与民主对垒这个角度讲 一定会构成对我们的压制 所以一代中国知识分子 重新面临了 五世时候的 四十分子的悖论和命运 它在民主价值 在民主价值 与自由价值之间增长 在民主价值 与自由价值之间增长 很多人选择了把民主价值 放在第一位 认为我们可以暂时的牺牲一些自由价值 总之吧 这些原因都构成了整个一个和解过程 和一个认同过程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 那么我们的权力经营又通过 开放行政管道 希腊知识经营 你看 现在学不仅可以致富 更可以当官了 典型我们的王沪林 是吧 中央书记是书记了 做政治学的 副政大学的国际政治学院的院长 国际国关学院的做政治学院 都做成国师了 做成国师了 其他人的本事没那么大 但是大大小学官也很多了 很多了 是吧 咱们的书记 党委书记 是吧 都是学而优着式的榜样了 所以这个大门重新打开 这个大门重新打开 这一切 这一切 也都使得整个关系 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所以说 知识分子从总体上 去于理性 中庸和务实 去于理性 中庸和务实 所以说这也给权利者 为政者 调节整个关系格局 提供了空间 所以在八十年代 有宣传 而且没有市场的 新权威主义 和新保守主义 这个说 十字杖成了我们的 政治国策 十字杖成了我们的政治国策 也就是 坚持权威强大 然后 有限开放 就是经济自由 政治集权 是吧 然后用政治权力 来保障 经济自由 这就是典型的 新权威主义 新权威主义 当然了 好处得到了 坏处也出来了 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政策 你不可能光 只得到它的好处 你在得到它的好处的时候 你一定要尝试它的坏处 你得到的好处就两个 你赢得了高度稳定 精英结盟了 精英 赞助了 整个发展的利益格局 这是一个好处 第二 经济腾飞了 整个国家来搞 市场经济 经济腾飞了 但是呢 坏处也出来了 这是一个单向政治改革 确实这是一个单向 今天我们有很大的政治变化 但是它却没有一个 很深刻的体制改革 所以这个体制改革 这个政治这个体制 还进一步的稳固了 所以这个体制 它也造成了新的问题 也造成了新的问题 对于这些新的问题的反思 对于这些新的问题的反思 也导致了整个知识界 出现了分裂 我们回忆一下 80年代的整个知识界 整体上都是自由化的 整个体上都是自由化的 它的目标是市场 民主 它们内部没有多大分歧 但90年代 面对着这个格局 所带来的负效应 实识分子对这个发展模式的认识 评判 产生了非常大的分化 于是 产生了我们说的 新权威主义 新保守主义 温和自由主义 也导致一些传统思想的复归 比如说 玫瑰化 茅时代 玫瑰化茅时代 用茅时代的好 来批判现实生活的不好 其实茅时代的好 他们也没有经历过 不说玫瑰化过去 说原教旨主义 还是复归 还有 由于形成了强大的分裂 就是整个底层 社会结构的分化 社会结构的分化 是吧 那么对这一分化 就产生了一些比较 极端的实际情绪 一些比较极端的实际情绪 这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一个是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 地称情节 地称情节 孵王皇帝 孵王王权 反对贪官 民粹主义 其二 是在爱国的 这样一个背骨架 闪人的一种 极端民族主义的鼓噪 因为我们的崛起 受到了强势的压力 在这个压力下 我们不服气 但是呢 毕竟这个思潮 它是不成熟的 它往往容易走过头 往往容易走过头 就往往有一种非常极端的 民族主义的情绪表现出来 尤其是在网络上 一种谩骂型的政治 开始宣泄 所以知识分子 内部产生的 非常严重的分裂 80年代 整体的知识分子 合作格局 没有了 所以你能看到 到时候来讲 问题的人 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 甚至都是针锋相对 都是针锋相对 不信同样讲我这个题目来 看一眼光过来讲 就讲的完全不一样 就讲的完全不一样 清晰过来讲 我们讲的又不一样 是吧 好 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个发展模式它的特征 它的成效和它的问题 它的特征 成效与问题 我觉得它有三个特征 从政治来讲 你上个特征 第一个 是精英结盟 共享发展成果 这话 换句话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进入精英阶层 你就享受不了发展成果 平时能够拉大了嘛 也就是说 改革创造了巨大的财富 没有假 其二 全国人民都受了疑 但是精英 占了绝大的头 一般老百姓 分了一边 根 所以说 它那个相对的差距 越拉越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全力精英 完成了一个政治再整合 那么它是怎么完成的呢 它是通过一个行政希腊 一个精英 一个咨询政治的途径来完成的 它重新 在这整合过程中 重够了精英的合法性 第三个 就是说它带来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风化的这样一个格局 以至于我们在克服了九十年代的政治大危机之后 我们可以说现在政治高度稳定 但是呢 社会问题不断 我们可以说 由于现代国家掌控社会的能力无限庞大 而民众的呐喊能力 于2000年于3000年前没什么提高 所以说 现在无论如何不可能再产生底层革命 同意吗 过去为什么能够产生底层革命呢 国家能力不强 农民拿的是冷兵器 政府拿的也是冷兵器 现在农民还是冷兵器 共产党 政府拿的是什么东西呢 所以说我说底层革命是不可能的了 那么既然政治上的危机没有 它就通过社会去到宣泄成社会危机 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又一个社会危机会出现 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中国没有政治危机 说谁有政治危机 我觉得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但是社会危机很多 你看 汶川大地震是坏事吧 悲剧 但这个悲剧 就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邻居民族力的一个机会 刚刚邻居起来 问安事件 把这个梦给戳破了 是不是 原来 社会的常态是这样的 奥运会是又一个邻居中华民族的精神的一个绝好的机会 山路来粉事件又把这个梦戳破了 又把这个社会的常态运作机制给我们再一次地揭示出来 是中国人不爱国吗 没有人的距离吗 但是如果社会的真实的运作机制就是这样的 就是山路来粉所提案出来的那样 就是汶川大地震所提案出来的那样 又怎么让它邻居呢 当然汶川大地震现在不让谈了 我这蛮倒霉的人民论坛 刚刚给我一个约来评稿子谈汶川事件 因为他知道我对农村基层还有些研究 对于乡前刚给我约来评稿子拿过去 刚刚拿过去觉得大家都觉得写得很好 中宣部一个内部命令 说再不要发这些文章 网络上都把汶川事件的词尽量给我拴掉 当你谈它也不追究 但这也不谈 解释不清楚 解释不清楚 所以我这个文章就没办法了 你这种东西过了个串就没个价值了 所以我再也不能写跟风的文章了 写了没法 气死人了 因为中宣部啪下来了 那么大概舆论开放了半个月 马上收了 马上收了 他也为难 他不能不收 他也为难 这是他的特征 他的成效 两点 我刚刚已经讲了 归纳起来 第一 赢得了政治稳定 而且赢得了高度政治稳定 没有问题 我们国家现在是空前巩固 这点这个话协论绝对不是大话 也不是调侃 你不信 一个县政府出现事 十分钟可以搞定 只不过我不一定搞理 是吧 因为我要慎用警力 因为我要慎用警力 因为要搞理 十分钟搞定 十分钟搞定 同意吧 所以高度政治稳定 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 空前的经济腾飞 这也是没有问题的 哪怕经济危机 是中国 这个金融海啸 是中国经济下滑 但是我们预测明年 增长率还是能够在 9%到8% 这个增长率都还是较快的 是吧 都还是较快的 这当然也给我们带来希望 不这样做 少一个百分点 可能是结巴人失业 这个我们政府的压力 非常之大 所以谁是今年毕业 明年毕业的 运气可能就非常不好 那没办法 谁给你撞上去了呢 这是成效 但是也产生三个问题 产生三个问题 第一个 体制性的贪腐 我想 说我们的贪腐 不是个人问题 主要是体制问题 这个结论 估计没有人会反对 同意吗 因为绝对的权力 绝对腐败 一个没有监督的权力 肯定会腐败 这个不需要 这已经被证明了 一万遍了 而且还会不断地证明下去 是不是一遍 台湾之旨吧 台湾之旨 是吧 陈水源和人 我看了香港卫视台 香港卫视台 我才知道 他是一个台湾的 贫农的孩子 家庭几度贫困 从小读书 非常刻苦 从他的老师的反应来看 品学兼优 然后考上台湾大学 从事律师行业 成绩也非常好 对他的评价也非常好 如果没有这样几个认定 他以后的从政之路 也不会那么顺吧 但我们说他的理念 对不对 我们暂时不谈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背景 他能为台湾的那么多 大多数老百姓 选为总统 不可能的吧 但是又怎么样呢 能有很支持了吧 是不是 监督不到位 监督不到位 在一个有民主形式的地区 尚且如此 那么在一个没有民主地区 问题是严重 就可想而知了 是吧 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个是 社会分化 扩大 贫富两极分化 成为最为显著的社会特征 所以中国的这样一个社会 属于大国它的基力系数的高 可能就仅次于非洲的一些国家 高于美国 这个最大的日本主义国家 更高于欧洲的一些老牌日本主义国家 是吧 基力系数为一 那么就意味着财富 是我以一个人所独享 基力系数为零 意味着绝对平均 基力系数就从零到一之间摆 数据越高越不平等 我们大概是0.39 到0. 不了 0.43左右了 0.40了 美国大概是0.39 是吧 那么我们说 49年前很多人的研究这个问题 49年前的 就49年前 中国的基力系数到底是多少 因为这个当时统计之后不健全不好说 有一种看法认为是百分之 是0.6几 这是一看法 但是很多人认为 可能也就是百分之 可能就是0.2到0.3左右 那个时候都来了一场阶级革命了 第三个问题 还是一个又是来的 还有第三个很复杂的问题 就他有个事 他讲清楚 就任何政治体系 他要延续 他一定要有一个理由 而不同时期的理由又不一样 比如说 在传统的皇权时代 这个统治理由很简单 因为我是天子 上天派来管辖你们的 你们肯定要服从我 这个理由大家都信 所以天下太平 是吧 成信成圣不信 就是王后将相 灵友总佛 我也可以当 不信就推翻了 推翻以后呢 流氓上来 我还是天子 他有一个 君权神策的观念 中西方都有 说这个理由他存在 老百姓和统治都相信 所以双方在多数时间是相安无事的 好 在战乱动荡时期 我为什么要跟你走呢 因为你能够给我带来好处 带来期望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所以我跟你走 这就是一种统治的理由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这也是整个毛宗时代统治的理由 但是我说了 统治的理由在不同时 它会换 咱们现在 对啊 也没问题 我们也有一个领导的理由 叫做三个代表 是吧 都代表完了 没问题 很好 但是请不要忘了 现代社会它还有另外一个精神 它有一个契约精神 你说你三个代表 你有没有一套制度的体现 你怎么代表我的 我什么时候让你代表 我如果吴老师说 我代表华中科技大学 别人说我是疯子 是不是 它一定要有一个理由 而现代化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理由的变化 就是说现代政治 要能够延续 它要有一个理由 什么呢 就一定要有 你是代表没问题 但是你要委托代表的手续 懂吗 就按照法律来讲 要有一个委托代理程序 这个委托代理程序是什么 选票 这就代表了 你看奥巴马 你看 我能够给你们带来好处 你投我一票 也就是说 当你把这票投给奥巴马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权力 你就让奥巴马 你就等于同意奥巴马来同在这里 四年 对不对 如果不好 把你换下去 现在人生社会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来了 当然这个理念 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关系 但中国既然已经进入了这个全球化过程 你有没有办法说这个理由不好 的时候 那么 如果你没有这个程序 你就变得说很多事情就变得说不清楚了 我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很多事情就变得说不清楚了 你为什么要站在这 因为这个江山是我打下来的 这就跟 改叉换代好像没到多大区别 是不是 跟改叉换代好像就没到多大区别了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蛮复杂了 所以这种政治发展模式它又带来这三大问题 带来这三大问题 那么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体制就有可能会遭遇到下面两个方面的 叫做结构性障碍呀 或者叫做可能的困难 把它说成是可能困难可能好一些 第一个 私事精英 和 那是吗 权力精英 和私事精英他们的关系 究竟怎么处理 当然我们说了 在一个 无限经济自由化的社会 那么有没有权力 对资本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但从长远看说不清楚 因为有一个理念不断地向你灌 不断向你灌 因为你处在全球化的这样一个参照系下 还有 资本家为什么要向你行贿 他能不能不向你行贿 他向你行贿高不高兴 他肯定不高兴 他也没办法 是不是 因此 我们也不能完全就假定 我们的企业家 就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 而且这些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是吧 他们也曾经受过 现代化民族里的熏陶 他们对社会的丑恶现象 也同样的是 有他们的判断 乃至于他们的批判 所以从长远看 两者的关系 会不会继续什么月期 不好讲 不好讲 其二 其二 知识分子有一个特征 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 就是说他的定位 就是天生就一定具有批判性 哪怕他得了好处 他也要批判 不然他不叫知识分子 是吧 因为我说的知识分子 特指人文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 他的职业角色 就是这个 他就是通过批判社会来 推动社会前进的 所以对社会的丑恶现象 对权贵资本主义 对社会分化的过大 他们是无论左派右派 都是要否定的 只不过否定的时候 原因找的不一样 答案不一样 但都是要否定的 还有 我刚才说了 资本主义是说 要默认这个发展模式 并不对 他们可能会把他们的理想 放在一边去 但放到一边 不等于抛弃 所以他们还是会 不断地灌输一些理念 不断地 如果你这个社会 长期不做根本性改变 那么这个默认和默契 的未来发展态势如何 这个也不好说 也不好说 因为我们不可能 预测一个国家 一百年两百年 都始终是国态敏感 这不太好想象 这不太好想象 但这还不要紧 我们说主流知识分子 进入了体制的精英 他哪怕有批判 他这个批判 也是一种建设性批判 为什么呢 就吸取整个 二十世纪的教训 他们认为 革命是不能再有了 革命是动乱之源 没有任何好处 而在革命中 失去的不仅是锁链 而且也是整个世界 只有在建设中 才能把世界拉回来 尽管它可能是一个 不美好的世界 但它却是一个 建设性的世界 改革开放也证明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过程 产生了很多不美好的东西 但是有一个基本前提 发展 如果没有这一点 我们不可以想象 现在的高度稳定 是吧 但是对于边缘化的知识分子 就说不清楚了 边缘化的知识分子 一个他们可能 没有被这个体制所吸纳 第二个 绝大多数处在一个成长期 年龄的成长期 这个生理年龄的成长期 就带来两个特点 第一个 第一个 预示 一冲动 所以你看革命家 都是三十岁以下的小伙子 哪有四十岁当革命者的 没有 都没有老奋亲 奋亲奋亲都已经三十岁以下的 革命者是不是就是奋亲了 想一想 多血值的嘛 从生命结构上想一想 为什么四十岁以上就没奋亲了呢 他有家庭了 他有老婆孩子了 他谁要把他们喂活 他敢去搞革命吗 第二个 青年知识分子 他对社会的了解 的复杂性了解不透 欲是从理念出发 从理想出发 容易产对现实的 负面效应的 无限的夸大 整个就把 整个社会 一团七黑化 要么化 从而产生的否定 而网络的出现 又给这种 带有极端破坏性 和情绪性的 这个 宣传的这个奋亲政治 提供了一个空间 所以各种底层情绪 民粹情绪 包括原教旨情绪 包括极端民族主义情绪 尽管在知识分子的主流中 并不占主导地位 但是他们却 具有非常大的 影响能量 而且他们尤其影响的是 下一代年轻人 因为上网的就是年轻人 他们可能影响不了中年人 因为中年人不上网 所以这种情绪宣泄呢 我觉得 它对这个社会的发展 是指着具有破坏力 没有建构性 只具有破坏力 而没有建构性 所以我是持否定态度的 你们等会儿可以反驳我 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 因为就业困难 你看 大学越招越多 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晚清 比留学生越来越多 还有 读了洋学堂的越来越多 但却找不到工作 干什么去了 从军 为什么新军 会成为亲王朝的局末人 新军本来是 新王朝操练出来 巩固江山的 为什么成了局末人 因为这些五岳的游民 这些对现实不满的奋青们 他们从了军 把这个军队性质改造了 结果 就成了反新的一个重要势力 所以说大量的设计分子 如果失业 这个社会围局会不会有所转变 会不会只想政治 这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应该思考的问题 所以这是我们 当然也是压力很大的问题 也是压力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又没有办法 不让网络开放 而且我们这个社会 如果中国要成长 不能关门 门不仅不能关 还得逐渐打开 但是逐渐一方面 门要逐渐打开 包括政治大门要逐渐打开 但是一方面 由于我们传统体制 对于容纳老百姓的 期望的要求的能力 它暂时又不具备 比如你现在马上搞民选 那不乱套 不乱套吗 老旧不能搞 不能搞 那么奋起们就不满 这会形成一种 越来越大的张力 怎么办 所以你看我们的 网络控制是非常严的 为什么呢 就是希望能够化解矛盾 于无形 于无形 是吧 就把矛盾在萌芽街上 就化解掉 这样就最好 就最好 所以说呢 还有底层情绪 为什么要找和谐社会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要缓解这个 底层情绪 底层受益有没有 改革开放我说是 从经济的量来看 是全体受益 毛与世讲过一句话 贪污贪污财富的 贪污不可能是财富增加 财富的增加是创造出来的 不是贪污出来的 贪污只能实现财富的 转移和分配 但是我们现在是 饼子做大了 这个总不是贪污出来的 是不是 这是创造出来的 也就是说 全体人民其实都受了益 但是我受了一块钱的利益 你受了一千块钱的利益 我肯定更加不满 同意吧 我肯定 我宁愿不受这个益 人的心就是这样子 对 它是幻寡不幻不均 中国传统政治现在是这样子 所以底层 为什么会对毛时代怀恋 但是如果你记忆不问 你愿意回到毛时代吗 我没有一个人说他要回去 但是他又很怀恋 这就是一种心理状态在作怪 叫做玫瑰化过去 其实是为了否定现实 是为了发泄对现实的不满 其实如果你当真是回去 没有谁会回去 那回去要饿肚子 是吧 谁愿意饿肚子呢 咱们现在至少不饿肚子 是没钱嘛 咱们肚子还是吃饱了 这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嘛 好 如果 边缘化的社会思潮 与底层情绪结合 这个事情就不是很好 所以说 作为为认者 作为权力精英 他在面对如此复杂的 结构性的矛盾和困难的时候 他往往就只能够是左右逢源 他肯定不能回去 但他往前走能走多远 他也要受到各种因素制约 所以他往往是左右逢源 就既反左也反右 反左是为了 为中国的开放和赏经济 保诈富航 反右是为了坚持 思想基本原则 为了巩固党的领导 是不是 因为这两样东西 对他都构成结构 你看左派说中国已经资本主义复辟了 右派说 现在是权贵资本主义 反正都是资本主义 所以这两个东西 他都不能肯定去 肯定为认者是不能同意的 肯定是不能同意的 也是不会接受的 所以在政治操作层面 他的决策往往就是 一反左也反右 他会走一种比较中间的道路 当然这也是我们的智慧所在 也是希望所在 也是希望所在 还有 当他面对西方的压力时候 他就要借用一下民粹主义 他也要借用一下民主主义 因为在希望的压力面前 他处于作势 他只有民情这块牌可打 别人让他让他不借用 但是他又不敢放任 因为如果一旦放任民粹主义 和民族主义情绪 就会整个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大局 受到干扰 甚至会破坏 所以他就会呼吁 最大的爱国心 是搞好学习 还是让你们去读书吧 读圣贤的书是最爱国的 是吧 有些时候说 让你们不出来是不行的 让你们出来也是不行的 同意吗 这样呢 往往可能是两边得胜 但也可能是两边不讨好 是吧 可能是两面逢源 也可能是两面受夹击 是吧 而且我刚才说了 有一个问题是越来越难解决了 这个社会一方面越来越人性化 一方面越来越强调民生 但是有一个东西 那却迟迟不做 当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都已经做了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做 那么我们的 就很被动 懂了吗 第一 又不敢去否认那个民主化的 普世价值 又不敢去否认 甚至我们还加入了 联合国的人权公约 已经承认了普世价值 我们政府是承认了那个 民主自由那种普世价值的 不然我们不会加入那个 人权公约 另一方面呢 他又不太敢放开 他有他的理由 因为怕放开乱 其二 怕放开会冲击 思想基本原则 这是他最大的担心 所以他就处在这样 两难格局中 所以 这就去决定了 整个中国的政治行向 如果维生者能够把握得住 他如果还有这个能力 他就还只能是按照 目前这个格局 继续地往前推进 那目前的格局 是个什么格局呢 第一 要继续地保持 经济的较高增长 我们要争取达到明年百分之九 这可不是一个 简单的经济学的问题 这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问题 多一个百分点 就多了几百万人的就业 这个很厉害 所以我们是不能够 掉以轻心的 因为我们的声望 我们的统治根基 都是与我们的经济高度成长 紧密相连的 正是因为经济好 我们才说政府好 是不是 我们才拥护 就是它这个合法性的理由啊 是建立在一个 非常现实的基础之上的 它不是建立在一个 不现实的基础之上的 比如说 奥巴马政府吧 经济没搞好 大家不会起来 推到美国政府吧 他把它选下去就完了 他不会灌注说 这个体制不好吧 他只说这个人无能 不实无能 但是如果我们心情没搞好 就一定不是这样简单的问题 同意吗 它就一定会和政治挂动 这就是我们的局限所在 就是我们这个发展模式的局限所在 因为它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民主化的问题没解决 就合法性的理由没有建构起来 现在合法性的理由没有建构起来 就它一定要保持一个高增长 你看我顺便讲个例子 我们前两年公布了一个劳动合同法 这个劳动合同法好不好 非常好 你看我们过去就没有一步 保护劳工的法律 是任人宰割啊我们的劳工 真的有那么这种法律了 但是带来法律结果 就会带来资本运营成本的增加 你要给劳工买更多的单嘛 所以说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 一个好的法 出台的时候运气不太好 人民币刚才升值 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在下降 然后马上就遇到经济危机了 遇到经济危机 我们连海前没有订单了 还要去给劳工买社保 所以这个时候一步好法 就是那加剧经济危机的一大推手 讲过这个问题没有 所以我们的经济加剧 与我们这个劳工合同法的公布 有直接关系 它加剧了产业破产 当一个产业的运行成本增高的时候 它已经转不动的时候 它就破产了 当它破产的时候 这个调给的事就出来了 咱们一方面说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理论来要反思 不能那么简单 我们过去说资本是妄恶资源 现在我觉得可能这话不好简单这样讲 在任何一个社会 资本和劳工应该说对社会都有非常大的贡献 是吧 而且很多人认为创造财富的主要动力还在资本 所以说这就带来了一个吊诡 就是说第一方面 就是说那就是我们开个玩笑 就是说 工人还不能够没有资本来剥削 如果没有人来剥削你 你就失业了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玩笑 但是道理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现在政府 这个沿海企业就下指示了 反正是你们工资可以减 社保暂时也不要搞了 但你只要不够裁员 就是 因为你裁员 那你就给政府施加太大压力了 这也是中国特色 按照企业干什么的 企业就是要去利润最大化的 企业没有必要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 它如果纯粹是企业 它可以考虑裁员就裁员 但是在中国 企业就要承担政治功能 是吧 所以说这个企业 还得尊重政府的命令 为什么呢 我们刚刚说了 你的好处是政府给你的 你是靠政府支持发展起来的 你不要忘了 哪天政府不让你发财 你就成功那一个 你信不信 随便找点理由 就把你关进监狱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资本 哪一个后面 没有违法乱级事件 我就不相信 为什么呢 社会大转型嘛 社会大转型 是吧 它那个规则不公正嘛 有很多漏洞 很多漏洞就有机会嘛 有机会不用 那不是说傻瓜 就跟我一样 私事走出轿子 我到现在也没发起财来 我当时我如果动了歪心事 就发财了嘛 肯定是这样的 肯定是这样的 所以你的好处 其实政府是知道的 只是不清算罢了 是吧 因为为了大的形势 还不能清算 为了中国的改革发展 这个费用还得交 就这个代价 就是我主张啊 就低带资本 它肯定很多罪恶 还得放过去 你还真不能清算 如果清算 整个大科技都变了 要放过去 当时我们以后规范 从今年开始规范 以后都不行 以前的咱们既往不就 打个很童俗笔 就是这回事 所以说你看政府 让企业少残缘 那企业就得遵循 因此 我把话收回来 因此 我们的市场化 法治化 越加广阔的 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空间 对外开放 与国际接轨 世界普世价值的接受 这些基本方向 是不能动摇的 如果有人想动摇 就会反向而动 就会逆转大方向 第二个 在政上要 如果按照维政者的想法 肯定是 仍然要坚持 既反左又反右 在这样一个路线 反左是为了保护 改革开放大环境 反右是为了 巩固党的领导 没问题 没问题 是吧 同时 他也会继续地 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但是他一定会把 反腐的机制 不建立在一个什么呢 分权制衡 这个基础上 因为他怕 那个东西会引起 一个连锁反应 他一定不会在 分权制衡上 做文章 他还在 在行政管道内 来加大力度 还有 他会加大行政体制改革 用行政体制改革 比如说用 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的方式 来化解一些经济难题 和可能的政治难题 但是我想可能 不会轻易启动 一个新的政治进程 不会轻易启动 一个新的政治进程 还有 既然不可能 启动一个新的政治进程 那么 回到 传统政治资源去 寻找 克服困难的法宝 就成了我们的 主要的心思所在 和谐社会 就是这样出来的 挖掘我们的 传统政治资源 和谐 和谐 一个奥运会 一个和字 什么叫和谐啊 是不是人家 少了一点行不行 还有穷人 嫉妒心 不要那么大行不行 还有我们以后 规则更加公平一点 行不行 民本 民生 将会成为主旋律 而民权 暂时 还是不会停 还是不会停 因为这个 因为问题蛮复杂 问题蛮复杂 总之 总之 如果现有的格局 还有空间 他就一定会这样做下去 而我个人也认为 一个政治发展模式 它都不可能是绝对美好的 但它只要还有大的空间 谁要还能够推动 这个民主进步 发展 我觉得它就应该 允许它保存下去 所以我对现实的模式 我是一种支持态度 是一种支持态度 但是现有模式 能不能运营下去 它有取决于几个因素 第一个 取决于 精英之间的关系怎么样 它们的结构性关系怎么样 第二 取决于这个制度 为新的精英 为提供了希腊新精英的渠道 知道没有 第三 精英和大众之间的结构性分裂 应该可控 如果不可控 那么就会冲乱现有模式 还有这些关系理性的一个前提 那都是经济要高速成长 因为高速不成长经济 那么我们说这些都没有办法去做 因为它的空间很有限 因为它只能在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 来化解政治上的难题 它没有办法在政治上去化解难题 所以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 只要这个没有出现大的意外事件 这个英国逻辑一般的讲是 都会被破坏的 那么既然大的结构不会被破坏 它就还会被 还往前传承 所以我们说 历史是人创造的 但是人的的确确是在一个特定的结构空间中 去施展和发挥它的创造能力的 总体而言 我觉得现在这样一个模式 它还是能够适应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态势 所以我觉得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它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好 我觉得 谢谢大家 下面进入题的话 发现一个没有问题 然后我一个人只能提一个问题 谢谢 好 好 我要问一下就是说 我以后说 上了世纪的年代 我们的知识分子自己承诺 就是把理想法的一面 就是读到这个世纪化的过程 想问一下就是 在新的识系里面 我们师父还需要 知识还从来信徒 无论责任 从来理想来提着刚提起来 好 是这样 知识分子 我刚刚实上说过一句话 知识分子都叫知识分子 它本身就是与责任和理想同体的 同体的 但是我是这样看 正常状态下 那么承诺作为大多数是正常的 我们过去有一种误解 就是说 我有权力我就一定要行使 但是我们同时还有 应该有另外一句话 我也有权力 不行使我的权力 就是说 当我有选举权的时候 我要去投票 这是我的权力 但是 我有没有不投票的自由 当我只有具有不投票的自由的时候 这个权力才是真实的权力 那话什么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一个正常社会啊 如果大家整个自治人整体都起来高喊理想的时候 这个社会会乱 我觉得未必是好事 所以我个人认为 多数承诺 它未必不是一个坏事 这是我的观点啊 不一定要求你同意啊 好 下一个同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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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问题我就不在那乱发言了啊 好不好 不能满足你的期望啊 汪安事件 比如说社会危机 确实它是因为 因为我刚才讲了 国家能力超强 那么民间社会 它不可能形成一个自主的组织力量 所以它如果有不满 它这个不满很难有效的动员起来 形成对体制的冲击 所以它只能够去宣泄 就当 因为我们政府不可能 铁板一块吧 比如这个地方 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扎堆 这个地方出现一个什么事 很多人看 这个时候很多只要有一句话 一说 可能就马上会炸锅 为什么 因为老百姓本身对的东西有看法 为什么你和杨家 是吧 杨家事件 为什么网上就居然那么多同行呢 其实反映的不是 他们真的不知道 杨家是杀人犯法 而是说它有一种情绪需要宣泄 关键在这儿 这是一个东西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们在没有政治管道的时候 它总会破坏性的情绪 你总是防不胜防的 它社会理想想化解 是不太可能的 我觉得 在这样大的影响 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社会 也都有社会问题 也不要看着那么厉害 那么大一个国家 我们现在的化解 主要还是强调民生 还是强调民生 强调亲民和谐 你看 重庆出租的罢孕 咱们那个书记叫什么呢 薄熙来就出来谈判了 是吧 你看 问完事件以后 我们专发指示 以后再解决群体事件的时候 要慎用警力 这些都还是希望化解 因为其实我们是能够有条件化解的 我们没有必要去如临大敌 没有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 你还怕它 几个群体事件 不怕 但是你要采取一种合作 合作解决的方法 不要把它推向极端 不要把它推向极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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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有一个问题 就是 当前的这种体制 如果被解构了 那么中国的政治的发展 应该要走向核套 我们要选择这种解构 我们在上海 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可能会被解构 这个问题很尖锐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两难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两难 是吧 一方面 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国家 长期的集权 一天之内开放 肯定会形成动乱 梁启超在晚听的时候 就打个一个比喻 当时他在 他跟孙中山争论说反对革命 说要做改良 一个基本理由就是说 中国人长期专制 就像被我们长期被捆绑灌了 这个时候你突然赋予他民主权利 你就突然把这个权 损锁给他解开 他不会有序运作 他会乱动 乱动的结果就是 大乱大乱就 就天下大乱 天下大乱要收拾局面 那就是强人政权 出来收拾局面 所以说 追求民主的结果 追求到一个专制 是吧 就是欲得民主 反得专制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解构 不 我不同意 但是呢 这个体制这样下去 它如果一点都没有压力 它也是不会进一步 开放空间的 是吧 也不会进行开放 所以这是一个两难 如何破解这个两难 真的没有人能够给答案 真的 他没有 就是我想任何学者 因为历史是不能算命的 历史不是设计出来的 很多长河的历史 都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 把整个方向变化了 比如说十月革命 如果没有列宁和陀罗斯基 就没有十月革命 就这回事 因为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公党的 大部分领导人 是反对起义的 反对起义的 因为条件不成熟 列宁和陀罗斯基两个人 坚决主张 说服了全党 做成了 做成了 是吧 很多事件 它的结局不一样 就决定了后面的启程 后面的开局不一样 这个没有办法跟你算 没有办法跟你算 我只是说 当陷入的几个大格局 如果没有发生新的变量 这个新变量没有进来 打破这个格局 它就一定会这样做下去 但是 有没有新的变量会插进来 打那些格局呢 天知道 不知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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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做政治学很矛盾啊 是说 怎么讲 就不像经济学那么畅快 说实话是这样的 这问题能不能不讲 能不能不讲 换个话题行不行 因为我不是万能的啊 不要今天讲了 明天下午就不讲了 讲不了了啊 能不能不讲啊 你刚才讲民权的问题 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对 我想请问一下 一个国家 一个各个一个国家 和一个体制 它都是以人民的生活 提升一个主要的 兴发点 对 政权还是党权 它根本的 对 就是把权力 对于人民 对 中国共产党 或者是一个政府 会认为民权 是一个很不小的问题 它是 它担心把权力 给人民共产党 就是党和政府 对自己的不自信 它的焦虑 它觉得自己 好像有能力 我特别是 当一个小话 如果把这个政党 或这个政府 比作一个天赋人 的话 把人民比作一个 正在成长的态度 最新出的态度 你可以给它饼干 你给它好吃 更安静 但现在这个牌子长大了 它看到了更好的东西 它要更多的 好 好吧 好 我同意 你在理论上说的 你这个说法 在理论上 没有任何错误 我是同意的 就是说我 首先认为 就是说 过去没有民主 不顶以后没有民主 而且我也认为 既然是普世价值 就不在乎它是 产生在东方 还是产生在西方 就算普世价值 产生在西方 但它一旦领进来 你又认为它对 你没有办法说它不对的时候 你就接受 所以从理论上没有问题 问题就在于 中国这个现实 就是它这个理念是外面 就是你刚才讲的 那个理念 都是外面引进来的 确实不是中国 土生土长的政治文化赋予的 问题就在这儿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二十世纪 我们交了一个什么学费 我现在再把它展示一下 二十世纪 我们的一代知识分子 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梦 为了这个梦 他们抛头路 撒热血 他们是为了什么 他们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 而这个新中国是人民的新中国吗 是不是 毛主席在四五年的时候 回答黄烟培的一个问题 黄烟培当时问他 说看来共产党取证是没有问题了 但是中国有一个怪圈 就任何朝代啊 其心也薄其后也衰 就是他差不多这样一个 王朝更体的循环 解救不了一个腐败问题 毛主席当时非常有信心 他说我们共产党就找到这样一个 解决这个怪圈的办法 什么办法 民主 所以要说共产党不相应民主 这个还真不能这样说 但是相信是一回事 去实践 那个实践的复杂性是另一回事 当他从一个革命者 成为一个掌权者之后 他就会发现 问题比他想的要复杂的多 所以孙中山 你看啊 他还没有成为一个掌权者的时候 他又已经充分估计到这个复杂性了 什么复杂性呢 他提出一个三阶段 军政 训政 宪政 宪政 是吧 老民主没问题啊 但是先 咱们还得用国家来操练一下老百姓 就是军政 帮你做主 帮你做主 所以国民党的党国体制 也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然后呢 他有一个训政 让你交给你搞 然后放开 当然他这个情况呢 以后在台湾去 诶 成了 在大陆没有成 这是第二个因素 复杂 第三个 很复杂 怎么讲 我想啊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射程出地的把我们 放到那个位置上去想 你将做出一个什么决策 如果你这个决策 引起到天涯到乱 你 能不能做下来 因为 一个 理论上好的东西 在时间上 它的效应可能是 非常复杂 也不说它不好啊 就转型社会 非常复杂 真的如果转过去了 就没问题 关键就是转了一刹那 很复杂 它可能转成 它也可能转向地狱啊 它可能把你 带上天堂 当然可能把你带上地狱啊 二十四季 历史还不够 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个 我们去 当然我们站在这个位置上去啊 但是我们如果去放在位置上 摄出一场想 这可能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是我们文总理啊 一方面发表文章 说正宗普什亚子 一方面说中国现代化 需要一百年 是吧 有没有 他也把这个问题 推给后人去解决 相信后人 比我们更聪明 能够解决这个难题 没有办法破解 我讲了 没有办法破解 这个难题 后人破解吧 或者让你们这一单去破解 下面提问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 您怎么用一个和谐的态度 来担待贪污腐败的问题 是这样的 财富不增加 没有贪污空间 在市场经济下 跟着财富 肯定会出现贪污腐败问题 而贪污腐败肯定是一个权力腐败问题 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模式的坏处 这个模式不改变 这个现象 很难从根本上消灭 但我话说回来 不是说在民主体制上 就没有贪腐 也不能这样看 但是在一个非民主状态下面 它肯定会更突出 这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我个人认为是没法解决 嗯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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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的话 如果讲的在中国共产党里面 一个人或者是民导者 他变成一个很温庸很无忍 有一个那个集体的话 那应该怎么办呢 有人说 中国共产党应该有什么可以 它里面正常的一个 比较潮流比较积极上当的 那个机制制度 然后第二个是 我们在它的体制外 就是在它的政党以外 有什么力量 可以处理这个共产党 发展得更好呢 就是并他的议权 一党专政嘛 一个是怎样处理他 就是一个是 底部的力量才能处理他的发展 一个是外面的力量还处理他的发展 他找一个民生民本这样一个发展 那明天我会说 只要他能处理他的民生民本 那就可以了 我们这样看 就是说 这个是不能认为我们的领导没有强大的压力 十三亿人民的期望 不断增长的期望 而且他这个期望是在和西方比较过程中形成的期望 这本身就是对我们政府的一个要求他继续改革发展的一个强大的压力 因为人不是说今天我买了一个一档车我就满足了 人不只住舌头像 人的玉和蓝天 人心他不能满足 这本身会构成对领导者的强大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如果说我承认你说有这个历史规律的话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规律 这就是一种规律 其二 就是我是这样看 就是是不是要用党外来施压 我想起我们这个党是个什么党 多少党员了 六千六百万党员 老天爷是一个大中等国家了 是吧 我们任何政治设计方案 我觉得都有两个条件 才能够可操作 第一个它要指向一个有希望的前途 这个前途要和普世化价值接轨 不是说你说的不要民权就能解决 人不是猪狗 是吧 吃饱了喝足了他就满足了 他一定要民权 第二呢就是说 任何一个政治操作 它还能够和传统政治接轨 让传统的利益 让传统的既得利益者 能够诺认这个方案 如果你非要把它 挖你的蛋糕拿走 他肯定不开 就是说我能给你打的好处 但是我自己不丢利益 这是一个最容易做成的方案 所以我们方案一定是要高度现实主义 所以与其说在党外去想办法 不如在党内想办法 县城就有一个6600万的大党 你能论不它民主化 比如说即使党的书记能不能选 市委书记能不能选 如果共产党民主化了 中国的民主就解决了80%的问题了 还是党的领导 是吧 党也没丢掉什么呀 党也没丢掉什么呀 但是这个不是结构性基础在发生变化吗 所以我还是觉得 现实的道路 还是先做党内民主化 这个比较好 它没有破坏性 没有破坏性 OK 那还有没有 讲 您好 还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 一些美丽商报道是 深圳市的区域解政府一开始 你怎么看这些信心呢 是这样 如果把它看成一个T级效应 如果把它看成一个T级效应 我还是应该肯定 但是我觉得选副手没有意义 要选就选一把手 哪怕我选低一点 我们能选一选相当委书记 党员选一选 能不能选一选相当委书记 因为我们现在选的都是二把手 你注意没有 所以这个呢 我们现在是符合这个宪法架构 但是它恰恰 它才没有和中国真实的国情靠起来 所以我觉得意义不大 所以我还是主张党类 你全力在党类 关键在这 好 感谢吴教授给咱们带来的精彩演讲 然后咱们下次有没有讲过再见 谢谢大家 餅 个人 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